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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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提到家庭背景 一脸这样子什么都不说 老邦 这小子逼着什么呢 这事交给我吧 别逼他 慢慢来 那还让他当个大头兵啊 大头兵怎么了 把他调到团部的直属泡牌来 先练练 泡牌 别别 你真想把他挖走 那不服气 叫骑兵连给他准备玉皮马 要最好的啊 还有 你和那个大鹏 你们俩不要再倒腾 那什么 什么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没汽油了你开他屁啊 上回抓的伪军里面有个司机 把他叫过来 叫小树生练练 郑伟正给您听听 团长太偏心眼了 他倒腾就不费油 有事没事 别耽误老子做学们 你宽住 就是这份 好的 老婆 那滚蛋的蛋和扯蛋的蛋 它是不是一个蛋 这个字 我走还不行吗 你找到那种老婆 好 你看去 好 你不命令我们 全团立刻开展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 好 你们营可是主力营 好 带好这个头掀起学习的高潮 是 另外 抽掉一部分 有文化基础的精干分子 根据小树生 好好学一学常用的鬼子化 还学日本化 有了这批 会鬼子化的古伴分子 到时候打起仗来 我们立刻可以组建一批 和小鬼子一样 可以几里哗啦的特战小组 就好比是钻进铁山公主 肚子里的胸猴子 那可就不是一个两个 小王庄炮罗的效果 好 当然好 团长 可是鬼子吃了他弄亏 一定会提防来啊 防什么防 那战场上打起来乱成一锅粥 有的是空子可端 这要防不胜防 那行 团长 我第一个报名 好 你小子得有点出息 你别进正心什么 帮呀 罗你 骂大街的话 好 顺便帮我问问小树上 把你八辈祖宗高的 鬼子话这么说 团长 这不刚说了不许骂大街吗 再说了 您 这事您让我问 您自个问他我就完了 我现在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 你说我能当着小树上的面 去 去问这个 再往前高一点 刘派长 老这么伸着手指头 你不怕抽筋啊 光伸手指头 不发炮弹是打不着鬼子的 你也知道炮弹是用来打鬼子的 我告诉你 咱们现在炮弹太金贵 金木去浪费 路 一步一步走 饭呀 得一口一口吃 那你总得让我迈出这一步 吃到第一口饭吧 我说你 报告团长 炮牌正在进行射击军连 请指示 继续训练 继续训练 好啊 刘大声 看看 看看 这有一二十门炮了吧 再这么发展下去 你小子 要不了多久就当上 我独立团炮兵连连长了 团长 那还不行 就这几门小排气炮 要是再弄你们小扇炮什么的 穿那就更好了 好 戴勇 记得给大臣 弄你们大口径的回来 那儿 小师生呢 那儿呢 到 小师生 练得怎么样 来 来两发 挺挺小 是 别别别 团长 这可不行 虽然说现在咱们有点渣渣 好 可是炮弹不复也 可不能闹着玩 刘大臣 哎 来这儿 你狗儿混蛋 混蛋 文明啊 可屁 文明 文明是我和小叔生 还有庞政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事情 跟你们救的狗儿都加混蛋 老子问你 这炮牌还是不是独立团的买卖 来 啊 报告 是 我再问你 这独立团谁说了算呢 你 没听见哪 报告 独立团曹林健长长说了算 炮牌听说你的命令 还反了天了 啊 你刘大山有今天这个天 你狗儿靠谁 靠团长您呗 对嘛 傻 你要是把这天反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啊 傻 来 小叔上 向着前方 开跑 那儿有个歪脖子树 以前上面有个马蜂窝 折过我一回 把它给我糊了 是 第一步 你整个焦都刘大山了 啊 没事 没事 小叔叔 再来 没事 再放一放 好好瞄 瞄准 不成 啊 舍 好 好 会 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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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了 好 小叔叔 考验点啊 大师啊 还得好好训练啊 争取以后一炮命中 团长啊 您要是同意 我们以后每次都实战训练 我保证在战场上弹无虚发 您指哪儿 我打哪儿 你在想什么呢 训练的是用实战 败家呢 小叔叔 到 那现在这车开得怎么样了 还是开不太稳呢 吕派长老说怕废游 是吗 老李 把车钥匙给小叔叔 他哪儿 钥匙 给他 上 来 小叔叔 来 手上别闲着 吃上花生 嗯 谢谢团长 谢什么 谢胳膊还是蟹腿 多难听 啊 这带兵的就得和当兵的打成一片 这位怎么说的 知识分子一定要和龚东兵联合起来 才 战之能胜 你说你这么闻着周的 你怎么打成一片 嗯 晚上陪我喝酒啊 是 跟了团长多少年了 这抠的 还是人家有本事 咱那小心伺候着吧 瞧吧这脚挨的 还没说理的地方呢 这边恨不得捧上了天 这边都给踩在脚底了 瓜哥 许练 你说什么话啊 许练 想吃肥肉 都给我好好学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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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树上 你看看这一带 如果鬼子和伪军来进奔 我们在这儿射电打伏击 你怎么不知火力 我会把一半的兵力和重火力 放置到山谷的入口 等敌人进入以后包抄家机 为什么 因为进入山谷以后 山谷两侧坡陡地险 一手难攻 鬼子不容易突破 按您的话来讲 就是掉两块石头 都会砸倒的几个 敌人一定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会用尽全力 向后撤退突围 而山谷的入口 地势平缓 口又宽 如果想全坚敌军 关键在于怎么收紧入口 行啊 还有呢 还有 没有了 朕要到了战场上 你得多动几个心眼 你要把侦察兵放得再远一点 提防鬼子的小队人马 有你露面之后 后面的鬼子大部队包抄上来 给你一个反包围 那样你封口的兄弟们很难撤下来 小树上 你看这团部的后山上 我放了一个加强牌警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团部的后山适合安放炮兵阵地 如果鬼子偷袭占领了阵地 炮火可以整个覆盖靠山庄 那让我们无处逃避会迅速解缘 嗯 乳牛可叫也 乳牛 这位不是这么说的吗 哦 啊 团长 嗯 那是乳子可叫 跟牛没关系 乳子 乳牛 不一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是吧 啊 你看 这匹刺刀和枪法很重要 可是这要到了战场上 朕到枕枪干起来 决定胜负的 还是跑 可我们现在没有那大家伙去轰鬼子 所以一定要教会战士们懂得如何躲避敌人的炮火 尽量减少炮火对我们的伤亡 是 团长 我会记得心里的 走 再跑两天 嗯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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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报销了刘村据点里的那个鬼子小队长 那手子可鬼精鬼精的 猫在炮手里八百年不带出来的 顿了它好几宿了 今天晚了我就不回团部了 在你们营部相救一下 没 没问题 你们先歇会儿 我给你们俩吃下去 别麻烦了 就这红薯再来几块就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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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喝水啊 马上来 好 马上来啊 好 仲晓今天表现不错 很有耐心 也很冷静 赶掉目标后 还打碎了探照灯 而不是简单地在消灭一个鬼子的哨兵 为撤离 提供了最良好的环境 是郑雷安排得好 对 郑伟 你怎么知道鬼子小队长今天一定会露面呢 基本靠耐心 今天等不到就明天 后天 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前两天我和忠孝去侦查 发现跑楼的哨兵白天都很懒散 甚至敢喝酒 打盹 可到了晚上虽然是哈气连天 但两腿斩得比之 所以你就判断小伙的队长有茶叶的习惯 郑伟 我来 好 好 想成为一名狙击手 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镇定 坚持目标 要有耐心 更要时刻保持冷静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老太爷 这只不过是黄军一点小小的心意 不得了 那你认识 那老太爷您的意思是 自明永乐初年 咱们老祖宗避祸这山野之地 建起了这石头庄子 就留下了古训 耕独自足 不问世事 几百年了 咱们从没沾入过官家的是非 更何况做外族的 难听的话我不想说 也反不上说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回吧 老太爷如此固执 您就不怕皇军 动了雷霆之怒吗 别吓我 我说过 我们从不招惹任何人 但谁也别想打三这庄子的主意 咱这庄子还能挨几炮 大眼手里还有几条破枪 有种就来试试 我这后山的狼正途没肉吃 有种就来试试 我这后山的狼正途没肉吃 有种就来试试 你怎么知道 就知道 你自己的土豆 有种感觉 好 人子底下 俗話說 火車一響黃金萬兩 可咱幾十眼紅過 近雖君 雖說也曾駐防此地 可是又何時 有過一兵一族 過過過咱說過 中國有句話 先小人 後君子 如果濮陽莊 違背了俗訓 對抗我大日本黃菊 那麼黃菊 也絕對不會 善罷甘休 你們到底想怎麼地 給句痛快話 大陽 送客 是 慢著 拿著你們的金條和大陽 咱們的莊子還不缺這個錢 算了 留下吧 怎麼說 也是人家的一點心意嘛 大陽啊 你帶兩位客人住到西鄉房去 你看著點 別讓人打搶 明天一早送出莊去 放心吧老太爺 抱在我身上 怎麼著二位 醒吧 多事之秋啊 老太爺 這鬼子的意思 是不來打擾咱們啦 他的話可信嗎 我懷疑是不是有什麼陰招啊 他有丈量計 我有過降梯 從一開始 咱就取了個中間 兩邊都不靠 也都不得罪 可誰要逼我 我就倒向另一邊 叫他偷雞不成十八米 是啊 前兩年 這外面打得像熱搖似的 可是咱們的莊子 卻平安無事 多虧了老太爺這一手啊 可是今日不通往日 禁隨君雖然沒有住進莊子 可他畢竟在咱們身後啊 可是他這一撤房 咱們就不算中間了 這沒了依托 這鬼子就沒了顧忌 他們會不會 撤房是因為沒油水 可只要咱路過笑臉 便還能再回來 真到了那個地步 鬼子的鐵路補給線 就讓人掐住了脖子 他們心裡跟民進兒似的 不會輕易打破這個局面的 我留下他們的錢財 就是想讓他們的心裡 更安穩些 是啊 還是老太爺想的周全 對 咱老祖宗留下了這一席咽喉之地 任憑他誰也別想小瞧咱們 不過也都有眼紅呢 昨兒個八路就燒來餡了 就想打咱們莊子的如意算盤 誰都不行 這莊子幾百年活下來不易 誰也甭想毀了老祖宗 留下的這份安寧 那我回八路個線 斷了他們的念想 客氣點 但是要點名 日本人來過了 明白 告訴大眼再找些人 把金髓金給的那批槍都發下去 把金髓的山路 全都給我封嚴了 是 托馬雷我孤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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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不對不對 托馬雷我孤苦難 托馬雷我孤苦難 你們就記著 托馬太累我孤苦難 托馬雷我孤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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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什么好吃的 他就来了 是真的吗 我您爱一喜马斯 庞夫人 我您爱一喜马斯 扯什么呢 这还是曹黑子吗 怎么说上鬼话了 我没骗你吧 咱们老曹 现在整个就是一个大尾巴狼 披上羊皮了 一天到晚四处咩咩 你狗人哪老子开心 你看 不惊夸 原形毕露了吧 你们两个那点羊毛水 早就尿炕尿个球了 大水花 有女同志啊 好了好了 别瞎留了 快 快里边请 里边请 不住手 班长 没说您 吓了我嘴角 月姐 您来了 大鹏 您也知道学习了 好事啊 赵国宁 屋里坐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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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随军二五八旅奉命北上 上级命令我们 填补濮阳庄这一带的 空白房区 占据这个 近西南的咽喉之地 好 嫂怀子 你腰祸的脑袋 傻乐什么呢 没有 政委 浦阳庄靠着鬼子的铁路 这块肥肉 我们馋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原先是碍于这个 晋随军的面子 我们不好意思伸手 这可是老的老子手上了 不会太容易的 浦阳庄的民风彪悍 自古就有自己的民团武装 仪仗 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山势 一直都是自治中立 这些年 晋随军虽然一直住房在这里 但从来没有跨越过 这个石头庄子一步 一直被困在大山里边 眼看着鬼子的铁路 却从来没有什么作为 上次二团 一直想攻打鬼子的运输线 也是被拦住了去路 中立 哥 哥 什么中立啊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在中国军人和鬼子之间 中什么力啊 我们独立团可不是 晋随军那帮怂包蛋 一句话 不抗日就是汉奸 是汉奸老子就图了它 你敢拦着八路军 找死吗不是 老曹 你别太激动 上级的意思啊 是让咱们抽调金盖 和地方上的同志 组成一个工作队 先去铺垫铺垫 把群众发动起来 盆阳庄 虽然没有跟鬼子刀兵相见过 但也从未低过头 相信他们 有保家的决心和志气 也一定懂得卫国的道理 只是 还没有醒悟过来罢了 对 老庞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咱们地方上 挑选了一批 了解当地民情的骨干 配合部队 赵燕同志 任队长 赵姑娘不 得改口了 赵队长 赵队长 我说老真 地方上真是没人了是吧 怎么女同志也大声重逢了 你说咱们曹团长 什么时候连萧细语起来了呀 我说曹会子 你少说风凉话啊 我告诉你 咱们小赵同志那可是老革命 我知道 参加过城镇的红军 知道 知道 打的仗不比你小子少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还有啊 人家是萧香女子中学的高材生 你就是认识几个大字的大老粗 能跟人家评吗 小赵 这小子 以前就是个边框的 你 那老真你念叨你 念叨你 你念叨你来了你 让我难堪是吧 你现在看我曹会子 你口得换副眼珠子 我们正位老说那句话 识别三天就当寡目相待 还有呢 进朱者赤 这进黑者是 他妈越来越黑 对对对 试试道 是这意思吧 你都没看我这身边什么人 我们正位 北大 北大 那可不是什么车马店的名字啊 北平的大学 没完 还有 那个小书生 小书生 过来 快 过来 过来 站好 北大 北平的大学 我们现在是大学生教着 鬼子话 张嘴就来 你个半吊子莫顺 你有脸消化我 你八个压住你 死啦死啦这你 去你的 小书生 就要你的大名啊 周向 这是真县长 这是赵队长 真县长好 赵队长好 团长 我可得先点个酱啊 咱们的工作队呀 一定要有这个会念咒的小书生 还有赵队长 这个酱你可不能点 那小书生 赶快招呼大家 先歇着啊 待会儿我得来检查大家的学习成绩 去 去吧 特长是不是有任务 赶紧下去 去去去 快点 赶紧下去 下去 这事儿我一会儿劝劝他 老嫂这人就这样 别往心里去 那个小赵 黄政维 你们说着啊 工作事业是后面上 咱们俩咱们出去 老鹏 你好好陪为赵姑娘啊 大鹏 别在那儿傻站着 赶紧走啊 走啊 这些家伙是 你干嘛呢 拽我 你小子憋着什么坏主意啊 我能有什么坏主意啊 我能有什么坏主意啊 老贞 你这儿地方上混不下去了 是想来投奔我曹黑子 是吧 我这儿正好缺一位马的 你来吗 你来吗 大鹏 大鹏 你个曹黑子啊 就没有正行 坐 坐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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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小书生 现在对别人还这么冷冰冰吗 好点了 不过说真的 让他参加这个工作队 我心里还真的不踏实 他现在这个状况 你怎么和曹团长一样啊 不相信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的思想工作可是我教的 这方面我是你老师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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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样 老曹 说正事啊 正事 说 我们这次来啊 一 是为了组建工作队 再就是呢 尽早就把这两人的婚事给办了 对啊 早就该把赵姑娘取过来了 是 这人这都等了一年多了 嗯 这事我说了算 掌兄如父嘛 就这一两天 把婚事给他们办了 定了 就这么定了 好 老真 啊 我们俩亲家得好好先喝一顿吧 喝 大朋友搁肉去 三 一 四 一 四 四 三 一 四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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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四 一 五 一 二 三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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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三 新工作 没什么经验吧 来 弓箭部 弓箭部才能站稳脚跟 刺出去这一枪 才能释上全身的劲 杀 杀 是吧 跑 我的意思呢 是让忠孝担任指导员 毕竟他有文化底子嘛 又是忠孝 他那入党身体还没劈下来吧 他指什么道啊 老曹 我知道你珍惜他 他是个苗子 你也不能这么惯着他 你不让他出去 经历经历风雨 摔打摔打 他怎么成才啊 这回是个机会 摔打摔打 行 那也不是干什么指导员啊 你耍嘴皮子有什么意思 说谁呢你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 老鹏 你都快娶媳妇的人了 你说马上就要和赵姑娘 脱鞋子上杠了 你这脾气能不能柔和点啊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别忘了这忠孝 就是你未来弟妹点的酱 好 好 好 哎呦 行 那我这回可是看在弟妹的面子上 让小淑生去的啊 好 不是看什么指导员的哦 你小子那点歪心思 以为老子看不透 变着发的挖老子抢脚的 没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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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曹 那你总得给他安排个职位吧 都是一个班的 这四伏当了连长 这二民早就是排长了 就忠孝还是个战士啊 大土兵挺好 你不是四伏带队吗 把那二民也交上 这哼喊二将一天到晚 跟着小淑生屁股后头 转过去转过来的 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 再说了 老子看中的人谁敢不服 什么职务比这个职务高 你个家伙 心里藏着小九九吧 哎呀 我这心里这点心思 一点都瞒不住你 那小淑要是捅什么娄子 你看 司府那伙人 得真着抢着替他去扛呢 工作队的事说完了吧 嗯 现在 现在得说说你自己的事了吧 我有什么事啊 哎 你装什么糊涂 照顾你不错 我今儿在外面 守了一上午的门 你们俩 办成啥事了 狗啊的别哭了 老胖 老胖 唐立新同志 我得批批批批批你了 维持好条时间 没批批你了啊 你说你一文化人 一知识分子 大学生 你还是我老师吧 你怎么现在一开口闭口的 也是狗日子狗日子 挂嘴边上了你 去去去去 好好好 不逗你了 我和甄县长已经商量好了 先把你们俩婚事办了啊 省得人家赵队长走了 你小子不放心 一个人在下面挠墙 这 这不合适吧 这鬼子还没打走 什么合适不合适 谁说打鬼子就不能娶媳妇了 我们独立团要壮大要发展 我还指着你小子 给我多生几个小真伟呢 行了 这事我来操办 就这么定了 好 快快快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谢谢啊 来了来了 谢谢 谢谢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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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的啊 你怎么打的 来了来了来了 新老贵和新鸟子都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你小子 来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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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谢谢了 别在那儿在那儿的 你看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团长 我把新娘子取回来了 早就该取回来了 今天也不稳 好嘞 送新老新娘 落洞房了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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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吧 都回去 都回去 把东庄的门关上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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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大家都散了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我们正位现在手上有 很重要的工作啊 都散了 都散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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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回去吧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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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们几个臭小子干什么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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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了 走走走 看什么 搖擺 浪 船 我后天就走了 我会想你的 我会想你的 我会想你 团长 你找我 大方 没跟她说 我告诉他了 那不是怕他不来吗 有任务啊 重要任务 那我肯定去啊 我怕什么呀 要的就是你这态度 大部门后我和小书生近距离侦查 啊 你做什么呀我 进去就知道了 知道了 哎 什么拔去啊 团长啊 这 这不太好玩啊 这回哪儿出去的 哎 没听过房吧 哎 男子还得听听啊 这是 这有什么好听啊 去 别着急 那好心还没开始吧 好 不要吧 不要 对不住了老唐 快 哎呀 小叔叔 真是不该答应你参加工作的 你瞧新娘子的脾气 以后有你给我是好受的 哎 团长 快 快 好 我要把自己的脾气 我没输了 你怎么说 如何能挽留黎明前的寂静 不让这火光打碎安宁 如何能超越这生命的意义 不甘心只留下一声叹息 我的爱我的情 都是因为有你 让我在这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我的泪我的心 因为你而坚定 为了信念为了理想为了家 为了你 作词 李宗盛 我的爱我的情 都是因为有你 让我在这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我的泪我的心 因为你而坚定 为了信念为了理想为了家 在这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你而坚定 在这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在这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我应该是一暴风雨中勇敢前行 我肚定是一暴风雨中勇敢前行